南方湿冷 所以晚上被子都是凉的 北方一出门这是速冻啊 你那暖气是假的 你南方冷甚至不配用暖气 南方更冷 北方更冷 南方魔法湿冷 vs北方物理干冷 到底选一克冷啊 表现北方空气干燥 北方近风过刮大风 激走人体热量 但这只属于物理攻击 理论上只要护甲叠得足够厚 就能扛住 那你我双手插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 而南方的湿冷 属于魔法攻击 主要靠湿润空气中的小液滴 蒸发带走热量 管你放弃剑 直接冲动 无所谓 我会戳走 在同等温度下 湿冷的体感温度感觉更冷 但在北方绝对的低温面前 南方的冰箱可能都比北方暖和 北方灯气漫长 气温动辄零下二三十度 如果没有暖气 停一停就过去了 停一停就过去了 冻死个人在南方只是个形容词 而在北方就是个陈述句 但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 在冬天洗澡的时候 都得乖乖站着等人群怀疯 你们更喜欢在北方过冬 还是在南方过冬呢 都21世纪了 你们南风怎么还不够暖 是供不起吗 你怎么不唱青王呢 是不响吗 同样是过冬 为什么北方有暖气 南方都没有 想供暖 首先要有煤炭 在上世纪 我国的煤炭资源少 少分配到暖气 每年必须有90天以上的时间 气温低于520度 就你那点天出 我拿脚之头都熟得过来 所以早期南方无法供暖 主要是冷的时间不够长 虽然现在煤炭资源充足了 但想供暖还是很难 还难 我看你去想不厌难我 呃 其实是因为 早期南方城市的规划里 没给供暖设备留位置 现在想家 简直就是难上加难 不仅如此 南北方的房子构造也不同 北方的房子墙壁厚 供暖效果好 在家穿笔记尼 肯定忘啥的 都是小意思 哎呀 妈 真热 而南方的房子 虽然肯定薄 保暖性差 但它通风还呀 你家根本就不就是 这可咋整呢 哎呀 人家都是要偏偏起暖的啦 可以说 南方的人 简直就是 360度如此小的活法穿透 想在南方的冬天活下去 啊 靠 一身走起 不过 最惨的还是 南北交接县附近的地区 又冷又没暖气 实在不行 就先抱着对象果冬吧 哈哈 你看到连对象都没有 好 看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还没有点关注 南方卖菜真磕着 一根冲也好意思卖 北方卖菜团麻烦咧 服务还不好 哎 你跟谁俩呢 南方菜市场vs北方菜市场 到底哪个市场更好 如果你在南方菜市场买西瓜 老板还会帮你切块 装在盒子里插上牙签 让你拎着吃 哇哦 但如果是在北方菜市场的话 老板西瓜切块 我帮你切成块 不过北方菜市场那是真好爽 哎呀老板 加点炖肉差点肉啦 对 送你了 在南方买肉 老板会问 切丝切片切丁还是切成肉末啊 甚至可能顺便还会教你做个菜 这个肉 都很不错的哦 帮忙鲨鱼去鳞 排骨切块 土豆削皮 那都是日常操作 哪怕你只买一只鸡镯 老板都会给你剪个鸡指甲 但在北方 一只鸡镯啊 我帮你剁鸟子 咋的 我帮你吃了得了 送你了送你了 其实造成买菜差异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南北气候的不同 南方天气湿热 食物很容易变质 不好保存 北方相对干冷 太容易保存 所以在南方买菜都是按炖买 老板两条枪 但在北方 你说啥 我们都按炖买的 我跳 最后还是想感慨一句 南方服务实在是太到位了 所以你更喜欢哪个菜市场呢 好看 我都要看看 是谁还没有点关注